时间了 一个亮呛狠狠地摔倒在地 陛下 旁边两男的都惊呆了 接着女孩委屈巴巴地和皇上告起状来 陛下 表哥可打我 皇上气得怒发冲冠 直接训斥起儿子 你没动手 难道是画画自己摔的吗 你是穿的成何体处 殊不知 此女孩就是京城大名鼎鼎的班话郡主 只因一年被退婚三次 素有黑玫瑰之称 可她却一点也不担心 谁叫自己的父亲是当朝一品官员 皇帝是她的亲表叔 大长公主又是她的祖母 她还有一项特殊能力 能做梦遇见未来之事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有些人做梦 能梦到将来发生的事情 谢麒麟会退婚 带着谁然后逃到哪去 我好像全都梦到过 这荒唐的说法 把父母和弟弟都给整梦了 还以为她因渣男的退婚被刺激到了 原来就在刚刚 她撞破了未婚夫带着小三约会的场景 我谢麒麟 就算孤独终老 也不可能跟你成婚的 我班话来 也不是抓你跟我成婚的 洋洋洒洒地撒下满天银子离开了 就在她离去时 看到一美男子 被她的爵士容颜迷住了 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她 这容颜 看中当前大意极品 夏蜀赶紧拿手挡住美男子的脸 早听说她以貌取人了 要是你被她看上了 那可就完了 笑 这也有我们见过男人 接着就飞身离开了 只因这天 她又做梦到悬疑人 胸口有道伤疤 怎么怎么着 简单 拔衣服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准备先拿和她死对头的二殿下下手 班话死死地盯着二殿下 揪着他的衣领 接着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搞笑场景 皇上看着她那不成气的儿子 再看看这受伤的班话 叫人赶紧宣太医来 班郡主被二殿下打伤了 班郡主的胳膊被二殿下打折了 折 班郡主 快被二殿下打得气了 哪只人家正好端端地坐着那吃橘子呢 请看他又开始表演了 都是班话的错 纵然二殿下 刁难拦住不让我走 还嘲笑我连连被退婚没人吃 更是出言辱没我的祖父 弄得二殿下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在一旁的程安博也添油加醋来着 一开始先踢平班话 话锋一转 就算他动手在先 郡主也不该如此 二殿下被气得终于说出了话 班话 你能不能别再演戏了 今日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是 是向女子先动的手 你看 朕不信 班话一副得意洋洋地看着二殿下 心想你亲爹都不信你 你能拿我咋样 二殿下看着这小人得志的班话 也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气得他放下狠话 班话 你给我等着 我绝不会放过你 女子因花粉过敏 想打个哈欠 一旁的男子健壮直接吻了上去 女子瞪大了双眼 不敢喘气 原来是为了躲避二皇子的搜索 班话想给这轻薄他的男人一巴掌 一用力过猛 又将他扑倒 上一秒男人还说要誓死保护他 二皇子健迟迟没有动静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局面 便提出和班话比试射箭 不曾想又被承安博中途截胡 叹家一阵欢呼雀跃 我既要是不打死你 我就不信奔 别 女子登基爆打渣男 原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渣男求取班话说起 每天他都早早来到班府门口赌人 求班家将女儿嫁给他 上至老父亲下至丫鬟 都无一信念 爱话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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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 日月 日月可见 日月可见 好日 日月可见 此渣男名唤沈玉 因进京赶考 太穷住不起客栈 被老板给赶了出来 此时班话正好路过 虽然他平时看起来嚣张跋扈 但看不惯别人如此欺负穷人 便禁电要为寒门子弟出头 香军最见不得欺负人 人穷就可以被欺负吗 出手阔绰包下整个客栈 专供寒门子弟读书 这一高光时刻让沈玉动了心 班话也成了他心中的谬思女神 看香军走后 老板给沈玉泼了一盆凉水 让他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沈玉并不打算打退堂鼓 第二天便来到班府设立的书院读书 直接向班府提亲 书生沈玉 斗胆求取班香军 什么 这举动可把班家人吓坏了 下一秒 班府就命儿子将他甩了出去 心想我班府乃是堂堂皇亲国戚 怎可与穷书生攀上轻事 什么 你想的没 我对香军情真义气 给个机会吧 不用了 即便这样也没让渣男死心 此后天天跟狗皮高药似的堵在班府门口逼婚 爱话之心 日月可见 班家不慎其扰 爱话之心 日月可 别别别 别见了 你要是再见下去 我这手 可是要犯见了 为了让他知难而退 班母拿出玉佩作为信物 答应他若能高中以假 再来提亲也不迟 心想这小子定然不会高中 哪知这沈玉竟是识相的人 应基于班家势力 特地安排这一出 好让沈玉取了班话 好借机偷取班家的胡府 因此沈玉被靠大山 走到哪里 都拿着玉佩到处炫耀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就是班家女婿 在实相的黑箱操作下 沈玉果然高中以假 也当上了朝廷命官 这结果令皇上始料未及 依父对他嫌弃的样子 却又无可奈何 哪知沈玉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念目 不仅打着班家的名号 为自己大摆宴席 还在联谊会上 对别的女子眉来眼去 这一幕刚好被爱慕般化的 程安博瞧见 查探此渣男的底细 还果真查出了结果 他不仅是实相的人 乡下居然还有一个未过门的妻子 苏家王氏 接到京城了 是 程安博带着此女子 来到了班化面前 哄你个誓语 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 班化拿起鞭子 怒气冲冲的要去找渣男算账 这才有了视频开头那一幕 暴打渣男的画面 此闹剧也传到了文武百官的耳朵里 被有心之人大作文章 弹劾班化 殴打朝廷命官 还好程安博站出来为班家说话 此时并非班乡君鞭打朝廷命官 而是被骗婚的女子 棒打胡青郎 可大臣们还是对其不依不饶 皇上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就靠大掌公主横插一脚 委屈巴巴的哭诉 自己没有管教好孙女 求皇上赐死自己 皇上被吓得半死 答应姑母会处置好一切 那就拜托陛下 您怎么又来了 计谋得逞的大掌公主 像个小孩一样开心坏了 隔天皇上就下旨渣男沈玉 被罢免官职 而班化不仅没受到惩罚 还连升一击 最后这个渣男也受到了 他应有的惩罚 此闹剧总算告一段落 王子对这个女子一见钟情 另一旁的班化却甚是开心 谁知王子来到他面前 向自己求婚 石小姐 请嫁给我 原来就在刚刚班化 准备进宫参加皇上的寿宴 被一名跑来的小太监撞上了 班化并没有训斥他 还夸他可爱来着 并将他官升一级 没想到这一幕 刚好被进贡来的爱波国王子乔剑 以为他就是大叶第一才女 是自己要娶的对象 接着真正的大叶第一才女 石飞仙挽着闺蜜 走上台阶 旁边的大臣色咪咪的盯着他们 殊不知 大臣们瞧的是他们身后的班化郡主 这时容霞也瞧见男人的目光 盯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说出一番话 接下来宴会开始 爱波国王子带着进贡的礼品而来 皇上看着这精美的玉雕 甚是喜欢 便问王子需要什么赏赐 一旁的班副笑嘻嘻的准备恭喜石像 石像立即起身说 自己的孙女配不上王子 班化眼见自己的对头 要驾往边疆 指不住的嘴角上扬 二皇子也心属石飞仙 固满王子和他抢夺心爱之人 便与他吵了起来 皇上示意让他退下 王子望着石飞仙 本以为会向他表白 哪只准备吃瓜的班化 吃到自己头上了 石小姐 请嫁给我 此番言论一出 众人哗然 感情是这王子认错人了 班化立即解释 他要找的石飞仙 另有他人 王子望了一眼 当即脱口而出 可明明是你比较美啊 随即便请求皇上 改为求取班化郡主 因为她 才是在下心中第一美人 接下来就是一传十 十传百 老大妈敲锣打鼓 告诉众人大业第一才女 从此换人了 大业第一贵女 呼呼换人了 石飞仙 排位 下电 班化 立即而杀 紧接着 班衡拿出一款 自己设计的游戏 名为刺激猎场 双方各组成一支队伍 进行角逐 王子见自己的队伍 还少一人 直接挑选班化后补 这波辣的性格 更深得王子喜爱 由于时间有限 这游戏过程 我们直接跳过 最后 班化和王子 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军主 我们赢了 班化直接向王子摊牌 说自己已有心上人 望王子另寻他人 王子也不好抢人所难 拿出金刀送给班化 说两人可以一截金蓝 败靶子 而在另一边 容霞发现自己的车咕噜 坏了两个 殊不知 这都是班化 安排他弟弟这么干的 傻了这两个 肯定羞死了 我说你这臭小子 是在人家车干什么呀 班化 假惺惺的询问他怎么了 容霞说 小事一桩 他自己能解决 便向班化 借了一把伞 美伞配美人 合适的海 此时爱慕容霞的 石飞仙也来到他面前 希望他能上自己的马车 在他一程 容霞却以男女 授授不清回绝了他 却惹得石飞仙 怒气冲天 我石飞仙温柔 贤术知数哪里 就就哪里比不上班化 此后开启了 他的黑化之路 过来 过来 女子不堪受到 劫匪的凌辱 心如死灰的他 跳下悬崖 原来他乃是大业第一贵女 石飞仙 琴其书画样样精通 却爱上了大业第一才子 程安博 可惜 怯有情郎无意 程安博偏偏爱上了班化郡主 爱而不得的他 恨死了这个处处不如他的班化 这天 班化脑中 闪现一个画面 梦见自己的父亲 被落下来的花盆砸伤 就在这日 和谁知下一秒 巴怀站住 一声呼喊 竟真的从天而降砸下来一个花盆 虽然好险不险 躲过了一截 但班副还是不小心 重重地摔了下去 被抓的刺客 一口咬定是石飞仙指使 并拿出稀有的男猪 作为证物 班化知道 石飞仙和他一直是死对头 但他还不至于能做出 这么伤天害理的事 于是 到珠宝店询问老板 经确认 男猪却是石飞仙买走 班化一起之下 来到石府理论 石像知道自己的孙女 是被人利用 否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今日搬过公寓席 刺客到 是石小姐苦得凶 等成安伯 拿出那颗稀有男猪 作为证物 这才将石飞仙押入大理寺 太子飞得知自己的妹妹 被押入狱 教唆太子去皇上面前 替他妹妹求情 还说石家倒了 他这太子恐难登上皇位 若石家没了 这江山 把手保不住了 哎呦 索严 此话可不能乱说呀 这耳旁风 也吹到了皇上耳朵里 皇上见证懦弱无能的太子 只听妇人之言 气得一巴掌呼过去 斥责他 毫无太子风范 男担大任 石像 为了保住孙女的太子妃之位 决定牺牲掉石飞仙 让他承认刺杀定国公的罪行 石飞仙万万没想到 祖父为了保住姐姐 居然要牺牲掉他 为了保住整个家族 失望之下 他只好承认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斑话之道 石飞仙是被人冤枉的 却也无可奈何 可谁曾想流放途中 遭遇了劫匪袭击 石飞仙趁乱逃跑 但还是被追上来的劫匪抓住 劫匪看他姿色不错 动起了邪心 撕扯着他的衣服 石飞仙拔下头上的发簪 狠狠地刺向劫匪的脖子 对他来说 明杰胜过一切 他毅然决然地跳下悬崖 关键时刻 斑话暗中安排的爱波国王子 将他救下 并把他安置在一个农户家里 给足了银两 命他好生照顾 可惜他美丽的容貌 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在自家老婆不在时 对他实施了暴行 石飞仙拼命挣脱 再次拿起头上的发簪 刺伤男人 妇人这时赶来 看着这一切 不问青红皂白 就指责是石飞仙利用自己的美色 诱惑他家男人 好心输了你 却在这儿跟我道口里经 石飞仙想着自己连日来 所遭受到的屈辱 家人的背叛劫匪的凌辱 他看着灶台里的柴火 一个邪恶的想法呼之欲出 活活的烧死在里面 他面无表情的看着这熊熊大火 插上发簪 属于他的报复之路终将开启 女子只是喝了一口果汁 练口吐鲜血 花花 花花 经太医一番查看后 原来是中毒了 但此时的斑化 根本喂不进去药 博叶健壮 只好嘴对嘴的 给心爱之人喂药 死药是剧毒 博叶问问我 你可再喝了 花花 花花 接着双方都倒了过去 殊不知 这是二皇子本来要给太子下毒的 阴差阳错之下 却被斑化喝去了 经过一家人 不眠不休的照顾 两人都苏醒了过来 一家人以为安然无恙 还欢快地坐在一起 吃起了火锅 郡主身上余下的毒 老夫解不了 那曾想斑化 却再次晕倒了 原来是余毒未清 大夫说 唯有找到下毒之人 取得解药 方能救活 博叶心知肚明 要一人去求解药 而在另一边 皇上听到斑化中毒的噩耗 深感愧对班家人 花花 也病毒攻心 倒地不起 博叶冒雨 来向二皇子求取解药 却是黑化女出来召见 看着大雨里 那曾经爱而不得的承安伯 他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 脆了婚事 再不与班家有瓜子 那第二个呢 祝武德殿下 登上皇位 无可奈何的他 回到画画身边 为了救心爱之人 他只好痛苦地撕掉这一纸婚书 班家人看到被撕毁的婚书 怒骂成安伯是负心汉 而在另一边 皇帝并微 不召见自己的亲儿子 却只召成安伯一人 嘱咐他 要尽心尽力辅佐好太子 成安伯诚恳地表示 他定不负圣上所托 交代完一言后 皇上便撒手人寰了 隔日 皇后和文武百官 正商讨太子继位一世 不曾想二皇子 却穿着龙袍 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 文武百官甚是不解 不应该是太子继承皇位吗 二皇子让成安伯 宣读先皇遗诏 封 皇章子奖章 为蜀王 二皇子奖落 刻成大统 即 皇帝位 都这样 成安伯篡改先帝遗诏 助二皇子登上皇位 迎来群臣的不满 班父气不过 骂他是个负心汉 无耻之徒 殊不知 他做的这一切 只是为了救危在旦夕的班化 见计划成功 黑化女给了解药 让一直爱慕班化的哥哥 当作定情信物送过去 班家以为是实禁救了女儿 对他感恩戴德 第二天 班化醒来听说 伯爷撕毁了与他的婚书 他并不相信 来到伯爷府 要问个明白 在班化的一再请求下 承安伯打开门 决绝地跟他说出了违心的话 从今往后 桑某与你在乎半分瓜葛 在下接近郡主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查清家仇 你给我听好 即使我班化不要你了 班化伤透了心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女子睡梦中 梦见自己的家 被新皇抄家 班家上下 贬为庶民 老公快跑 糟了 臭家 于是连夜吩咐下人 打包好所有值钱的东西 班化建议父亲带上家底 去跟新皇辞官 不管梦中是否会变成现实 不如主动出击 从此远离京城 班副拿着所有银票呈给新皇 皇上怒发冲官 怎么朕刚一登基 你们全家便要辞官 可是对朕有所不满啊 南木城朕天生就与你们搬家犯冲啊 此时荣霞也站出来说要先抄家 一位臣看来 应先抄家 殊不知他这是为了保护班家 就这样一家人流落街头 从天堂掉入地狱 真是不胜唏嘘 荣霞不忍心班家流离失所 拜托石敬大人 给他们找到一处住所先安身 班化看着院子里的花似乎明白了一切 而在另一边齐州百姓闹饥荒弄得民不聊生 班化看着如今只能啃馒头度日 再看看年老体弱的父母 于是他一身盔甲装扮来到朝堂上 主动请英前往齐州平复叛乱 这时荣霞认为班化乃一介女流之辈 恐无法胜任 但皇上却不怀好心的同意了 荣霞一脸担忧 请求皇上让自己随班化一起出征 新皇为了报复他 让他跪上一天一夜 才同意此事 既然你那么想随军出征 那朕就叫你有去无回 接下来两人整装待发 一起来到军营 士兵见将军是个女人都瞧不起他 女人办事不牢靠 于是比武之下见真章 军事 死去将军瑞义 您还不出手吧 放心 他不是一般女子 你们就这么瞧不起女人吗 班化还动植以情小之以理 最终士兵都对他甘拜下风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手下说孙家有粮仓 其女儿 好美男 班化一听 决定利用程安伯的美男计 去俘获孙小姐的心 可当伯爷见到孙小姐时 却倒吸一口粮气 想必这位就是程安伯了 小女这箱有礼 这孙家看来是真有粮啊 就这姿色 人家还看不起这屎乱中气的伯爷 又要转身离开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给你点面子你就上天了是吧 是谁 记得骂本小姐 原来是班衡来帮忙了 就这一骂 居然被孙小姐给看上了 于是第二天 孙小姐抬着大轿子 迎娶班衡 教授大师走 我俩好商量 说只要班衡从了他 便开一个粮仓 班化一听着买卖划算 用一个弟弟 就能换取一个粮仓 接下来 这倒霉催的班衡 牺牲色相 陪孙小姐玩游戏喝酒 喝到激动之余 孙小姐主动投怀送抱 还跟他表白 我爱你 一生于世 整得班衡怪不好意思的 傻子 我刚才说的 是粮仓的密码啊 班衡一听 立马推门大喊 你生于世 5201313 躲在屋顶上的同伙 接受到暗号 输入密码成功的 打开粮仓大门 将粮食运了出来 这边孙小姐 要对班衡霸王硬上弓 还好被赶来的 谢万余阻止 你放开我家夫君 西渡云 你都成气 所以你还来勾引我 遵小姐骂骂咧咧的一把 将班衡推开 两人也趁机逃跑了 二人为了江山设计 尽一见射杀自己的心爱之人 再见 共产 随着一声呐喊 双方军队陷入开打 很快程安博的军队 便兵临城下 攻破城门 打得敌军连连败退 程安博焦急的来到城楼上 抱着奄奄一息的班话 悲痛欲绝的呼喊着 这一幕刚好被躲藏在角落里的小兵 瞧见 眼见城门失守 皇上不知所措 只得把希望寄托于黑化女身上 时飞仙却认为 程安博杀死班话 必定会引来班家老部下的声讨 可以利用这点对付他 果不其然 在程安博准备攻城的时候 班家老部下赶到 以为他杀了郡主 口口声声要为郡主报仇 欲要杀了这个绝情郎 程安博并没有还手 而是一味的躲避 却还是被刺伤 眼见自己就要被一刀刺死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个身穿盔甲 手持长枪的人出现 并及时阻止 原来班话郡主并没有死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 只因大反派谢崇锦 听到皇上和黑化女的对话 要费了他妹妹的皇后之位 立时飞仙为皇后 于是便倒戈相向 背叛皇上 为班话送去了假死工具 带到班话出现在城楼上时 凭借程安博高超的射杀剑术 接着再演绎出生离死别的戏 故意让底下的小兵看到 班话拿出 可以调动三军的班家虎服 见虎服者如见班老将军 他带领重将士 攻进城门来到这大殿上 见班话没有死 时飞仙甚是惊讶 班话 你没死 话话命硬 让表哥失望 接着双方展开激烈的厮杀 奈何班家军队太过强大 皇上趁机逃跑 只留下时飞仙一人 班话并没有打算杀了他 觉得可怜之人 并有可恨之处 成王败寇 杜手吧 在我眼里 是飞仙早就死了 只是提着长枪 英姿飒爽的离开 而另一边无能的皇上 逃了出来 以为谢崇锦是来救援他的 又开始狂妄自大起来 他哪知谢崇锦早就叛变了 竟一刀刺死了皇上身边的侍卫 这个皇上到最后才知道 是被自己身边的人被判了 接着班家人历经千辛万苦 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班父激动万分 老泪纵横 夫人啊 咱们回来了 而此时的程安伯 却像个小鸟依人样 依偎在斑画间上 只希望从此 做一对寻常夫妻 归以山林 带到一切尘埃落定 太子终于继承皇位 还没等程安伯开口辞官 只因这个皇上 平时喜欢花花草草 无心治理朝堂 居然语出惊人 要将皇位让给程安伯 朕决定 将这皇位 善让于程安伯 助人一片哗然 真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惹得新娘当场悔婚 原来两人历经磨难 终于迎来大婚 哪曾想新郎 只是喝了一口浇杯酒 就中毒了 而公主却成了 杀害自己夫君的凶手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 要将皇位让于程安伯 将这皇位 善让于程安伯 皇后眼见自己的皇权 受到威胁 为了打消皇上的念头 向皇上提出 让程安伯与公主两人 在宫中成婚 享受国理之待遇 此举可以牢牢抓住程安伯 好让他为大业效力 哪知皇后却私下与大臣合谋 要毒害伯爷嫁祸公主 这天程安伯一大早 来迎娶新娘 丫鬟打开点门缝 伯爷定睛一看 便知要接走新娘并不容易 第一关卡就是说情话 哦 说情话 哦 你得说说你怎么爱我女儿 花花 我看过很多书 但都没有你好看 哎呦 自从我遇到你的那一天起 我走过的每一步 都是为了走进你心里 这一番土味情话 从第一大才子嘴里说出 着实有点怪 花花 我爱你 旁人一听 那牙都要酥掉了 哪知新娘重听呀 果然肉麻的情话 是越听越喜欢 第二关卡便是比利器 搬家派出利器最大的丫鬟 和伯爷掰手腕 眼见伯爷就要被丫鬟比下去了 地旁的侍卫 集中生智 在丫鬟旁边来个爱的告白 丫鬟一个激动伯爷 轻松拿下比赛 第三个关卡还没开始 新郎等不及了 啊 什么 拆门 还敢恐吓我 来来来 把门给我吐啥 老土匪 我走进去 拆拆下门了 拆门去 强行联合众人拆门 好不容易破门而入 新郎却摔了个边 博爷 拿了你了 在家里举行完仪式后 一家人又匆忙赶往皇宫 举行婚礼 两人刚喝完交杯酒 新娘去婚房里等候 伯爷留下伺候宾客 哪知却中毒昏迷不醒 皇后给御医使了个眼色 让众人以为是公主 不满伯爷拒绝皇位 在喝交杯酒时 在口之上下毒谋害亲夫 该不会是因为 承安伯拒绝了陛下的善位 这班华 无法母依天下 心生怨恨 一怒之下 便对承安伯下了毒手 而在洞房里苦苦等候的公主 却等来了自己夫君中毒的消息 焦急的往宫中跑去 半路却被来抓她的禁军 给拦了下来 还好班华不是一般女子 这禁军压根不是她的对手 另一边 皇后恳求太后出面主持大局 还口口声声的说 搬家要毁掉大业国 当太后下令要处置搬家时 一声怒吼震天想 我看谁敢 长乐公主 休得放肆 而此时 承安伯带着皇上 也匆匆赶到 原来伯爷早就知道皇后的阴谋 于是将计就计和皇上 演了这么一出戏 因此坏人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几中计 让班恒对他这姐夫深感佩服 连我姐的婚礼都敢算钱 恒弟此言差矣 一旁的班华刀人的眼神都有了 这才有了毁婚的想法 本公主不嫁了 等看弃走了新娘 伯爷便开始追欺摩世 两人当场来了个贴贴 安伯却说及时已过 都被她浪费了 伯爷一把抓住她的手 原来伯伯是在生气此事啊 抱起心爱的娘子 完成洞房花竹叶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剧完结洒话 不管怎样就还需要 烦房花竹叶 纯华刀人的心中